BBC罕见报道中共活摘器官揭法轮功被迫害真相,10月8日,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BBC World News,报道了关于中共器官移植及活摘法轮功学人器官调查的真相。 BBC视频截图,周110月8日,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BBC World News,报道了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人器官的调查,同时采访了两名了解相关真相的嘉宾。 这是西方大媒体罕见公开报道,中共器官移植真相最近的一个例子,该访谈节目围绕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展开,并重点报道了法轮功学人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迫害。 节目首先以一些调查录像,揭开了中共器官移植的黑幕视频显示,调查者询问一名在中国天津某医院做器官移植的病人他多长时间等到了器官。 这名躺在医院病房里的病人回答,两个月报道揭露说,但中共政府否认活摘器官,假装不了解情况调查人员,发现,在中国大陆或许器官是很容易的事情。 采访视频展示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及其家属,表示他们所获得的器官不知来自哪里。 医院只花了两个小时就把新鲜的器官送到了在国际调查的压力下,中共近年承认曾使用死刑犯器官用于移植,但中共政府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器官作为。 工体来源因此理论上说自此之后,公民自愿去世后捐献器官已成为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唯一获取工体的渠道。 然而,中共无法自然其说的重点之一就在于,志愿者死后捐献器官的时间如何及时匹配,接受移植手术者需要器官的时间。 BBC指出法轮功学员实际上是中共器官移植的主要工体,在中国的监狱和劳教所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迫接受过不明原因的体检。 甚至多次视频中,几名法轮功学员向调查人员讲述了他们被检查身体的情况。 BBC在视频中展示原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近期在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遭到记者追访。 但他拒不承认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称去年中共只从事了15000例器官移植手术,而并非所指控的每年10万例同时声称相关调查是在胡说八道。 但是一名记者质问黄杰夫为什么我打了一个电话,一家中国医院,很快就向我提供了肝脏,这怎么可能黄杰夫不正面回答记者问题,只是回避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有人有政治议程,BBC主持人接着采访,来调查中共活摘器官并着有屠杀,dislaughter,mass killings,organ harvesting,and the China's secret,solution to its dissident problem。 一书的美国作家葛特曼,Ethan Goodman和流亡英国的前新疆维吾尔族外科医生安华,托地,Enva Tote托地首先讲述了1995年, 他在中国大陆时所经历的一次世界,托地描述他1995年,在新疆担任外科医生期间曾受命从事过一起活摘死刑犯器官的手术,这段经历后来被收入2016年所拍摄的纪录片难以置信,hard to believe,中病一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 当主持人,问到托地对这段经历的感受时,托地表示他在中共的洗脑教育下长大,当时坚信祖国所告诉他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中共告诉人们被判刑的都是坏人在那种观念的支配下。 当他从事那个活摘器官的手术时,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履行职责,而不是在犯罪。 托地之后补充说他出国后,才真正意识到,他曾经施行的活摘死刑犯手术是在犯罪。 他非常内疚所以他要把过去的经历说出来,针对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被莫名的厌血。 他表示这种行为非常可疑没有合理的解释,而在他看来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中共在建设他的器官移植数据库葛特曼则表示。 据他和其他人权人士的调查,中共每年所从事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巨大,中共宣称器官来自志愿捐献者但其数量,根本无法弥合实际的器官移植数据。